放下 放下 還有沒有人在裡面 還有沒有人在裡面 戚毒幹員衝進屋內 鶴令走私嫌犯 重重趴下 仔細的搜索有沒有其他共犯 查棄人員繽紛多路 陸續逮捕了五名嫌犯 這起運毒案 寶山總隊在台北港 查獲從馬來西亞的貨櫃 裡面疑似夾帶毒品 他先是在日前 先購買了這個 車床的機械從台灣 先出口到馬來西亞 並在馬來西亞 以石棺來結合這個車床 來利用 裡面的空間來夾長 毒品再進口 回來台灣 而且他還特別的 針對 刻意的加工灌漿 增加石棺的厚度 來躲避查驗 長達168公分 寬98公分 高110公分的車床 經過走私集團 灌入水泥 鋼板用夾塵 宛如石棺封關 相當厚實 查棄人員花了好一番功夫 才將它切割 果然在裡面查到毒品 走私集團 它特別 加工 將這一個 類似石棺的水泥 封關的石棺 貨櫃的物品 那當毒品長放在裡面 當然 它為了要躲避 查驗 我們 專案小組 最後是一些科技徵收的儀器 想辦法深入了 確認裡面有相關的茶葉 包裝的毒品的 內容的毒品 我們才將它破壞 然後確實將它取出這些毒品 它是一個鐵製品 做成一個四方形的長方體 那中間是中空的 那這個長方體的內層內壁 還灌注了十幾公民後的一個水泥 灌架 所以它就是不同 是一個銅牆鐵壁板的 我們剛剛就是說 我們寶山這邊要稱為叫石棺 那非常的堅固堅硬 那 我們根據海關這個寶山的這個情資 那我們海關的同仁 當然預計它的一個茶器的一個經驗 從這個蒼灘的過濾篩選方面 還有針對這個購物來的一個屬性 還有LionT還有它的包裝的情形 我們就把它篩選出來 是INTI茶器的一個標的物 那當然也更借重於我們海關 現代化查驗的一個科技的一個儀器 然後再統仁這個大膽的一個假設 小心求證下來 氣有不捨的使用的各種工具 歷史花了四個多小時 好不容易才把這個機座的上層給打開 那總共在裡面蜜窩夾長的 有這個二級的假計安慰它面 52包重達56.79一公斤 這起國內手中石棺車床長度案件 毒品的市價高達1億多元 五名嫌犯已經有三名被羈押 警方呼籲走私毒品飲食重罪 民眾千萬不要以身釋法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